請總統稍微 請總統稍微 部長好 主席特別交代我 不能再太多太長 發言要短一點 我比零食物人還會少一半以上 這樣可以吧 主席 謝謝主席 部長 我今天大概有兩個提問 一個就是針對於我們正面的去看待 台灣要面對的一個所謂的正面看待大公的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大概就是對於我們的所謂 勞工董事作為訴求 是我是屬於調整事項 大概就是針對這兩個部分 因為最近大家比較會去討論到的 既然討論到我們就無可避免 無可避免 當然我們就是要對於 如果幫助台灣社會準備好 所謂的一個正面看待的一個所謂的罷工 我們也知道台灣的組織 公會的組織力本來就比較低 大概不到百分之七 那勞工如果連自己個體的勞動關係 譬如勞取法等都搞不太清楚 如果你要讓他去了解所謂的集體勞動 或者實際上的公會組織的蓬勃發展 我會認為說公會的蓬勃發展 或者是個別的集體勞動 或者集體的勞動的行為 尤其是集體勞動行為的一個 公會的一個組織的籌組織力 如果能夠擴及更多的人去參與籌組的共會 也是勞動部一直在呼籲 甚至你們也祭出一些補貼的措施 獎勵的措施 能夠籌組織公會 你們都補出多少錢 如果他實際上如果打幾年之後 你們又有更多的金額的補助 我想這個都是為了所謂我們一直強調的 我可以視為它是一個民主的一個深化 也是一個所謂的社會民主成熟的果實 因為民主的深化民主的果實 所以我們的公會的組織力越來越高 但是因為面對的組織力不高 所以就面對的我們勞動部才會有一些的 獎勵的一些的措施 同樣的因為公會的組織力不高 相對的大家對於集體個別的行動的 勞動的行為所謂的一個罷工 很多的社會民眾也好 他會以他個人的權益事項去看待的時候 他都會呈現出來的都是一個負面 都會認為說這個罷工 你勞動部怎麼不趕快做處理 但是罷工的一個法庭的一個程序 還是有他罷工的一個法庭的程序 所以人家就會問說為什麼要讓他罷工 罷工要不要有一個預告局 罷工為什麼中央或者政府部門 或者主管機關為什麼不趕快去阻止 罷工的行為 譬如長榮最近要罷工 可能就阻礙了妨礙到了我 我本來要搭長榮的 因為長榮要罷工 所以我就有這個考量 所以他會認為 侵犯到我的權益 在我個人是認為 其實罷工本來就是 法定權力的國家對勞工最後的一個 保障的一個法令 罷工本來就是勞工最後一個手段 這個手段是法律賦予他國家 賦予他的一個保障 同時也是讓勞工朋友 在跟事業單位能夠對等談判的一個方法 也就是我們一直在彰顯所謂的產業民主的一個實質的內涵 其實對照歐美國家來看 我們去看歐美國家的罷工次數 其實再看看我們回過頭來 我們台灣 從2016年到2019年也不過七次 但是大家把它當作洪水猛獸 如果你再看看別的國家 你說韓國 336件 那幾乎一年一件 他們就每天都到了 如果再看看美國 台灣美國會比較低 38件 那德國更不用講 德國一年有744件 幾乎是一天就兩件 整年下來 2900多件 那如果是這樣 為什麼歐洲國家其他國家可以正面去看待這些罷工的勞工朋友 他們罷工是他的不得已的行為 就像當時臥軌的時候 很多人都認為說 你為什麼臥軌 你臥軌讓我慢了30分鐘回家 他有沒有一個同意的對待心 當有一天你也會面臨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人家歐洲國家也好 韓國也好 他們是這樣開始去看待 今天我支持他罷工 雖然造成我一時的不便 但是我可以體諒 我講的重點是在於 我們的勞動教育有沒有生成 如果說我們的民主要生化 民主 民主 民主產業 但是我們的勞動教育生化了沒有 當我提出勞動教育法的時候 教育部說這個應該看到勞動兩個字說要有勞動部來管 那勞動部認為說勞動教育法的要落實 因為屬於教育就應該歸有教育部來管 那因為勞動教育本來就是要從小去做培養認識 我剛剛會提到工會的組織力 如果你從小沒有一個團結的一個觀念 那你如果籌組工會 我上個禮拜參加台北市 他出了一本書叫團結之路 他特別要求我去跟大家共享 也當作推薦是開書的一個真誠的推薦人 團結之路 大家都講團結 但是基本上的概念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這條路會走得很辛苦 也就是因為做得很辛苦 所以我們勞動部才會有一些的獎勵嘛 不然工會如果這麼好組織 大家都來組織 就是因為大家沒有那種團結的相信力 他們不知道工會 他們不知道個別的權益事項 到他後面的集體權益事項的時候 沒有透過教育 他可能就沒辦法去做了解 深入的去了解 整個的未來的勞動的法令的整個走向跟狀況 所以一部勞動的法令 可能沒辦法去協助幫助很多人 但是一個勞動教育 確實是可以從生物化的一個基礎 那我這邊會特別要求 部長 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要跟教育部怎麼做寫條 我這個法案我法條都已經寫好了 卡了兩年 就是卡在兩個部位 勞動部說教育部 教育部說勞動部 可惜我不是行政院長 我們來請政務委員來幫忙協調 當然政務委員幫忙協調 我也知道政務委員萬一 林老師基本上我也很清楚 大家都不把它當作 這是優先法案 我都覺得說 我再過幾個月 我現在五月到明明 我大概剩下七個月 這七個月的時間 這個勞動教育法能在我手上能夠完成 我對我來講 我會覺得這是一個使命 其實我相信包括很多的委員 他們都認為說 怎麼樣去善待面對 這些罷工朋友的時候 所有的集體勞動權 才是台灣邁向民主的一個過程當中 任何的行業別 都可能會脫歐過罷工 但是如果沒有一個合理的法定的權益 或者是讓他能夠深化的一個教育的部分的時候 我相信有很多人 包括消費者 他都沒有辦法去做調整 也沒有辦法去做 相對的一個同理型的一個看待的時候 我們對於罷工 還是會認為說 他到底罷工的合法性 是不是應該要用他的一個正面的一個看待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剛剛我特別跟部長提到的 我們對於傳業勞工的一個訴求 到底他是屬於調整事項 還是不屬於調整事項 勞工董事 應該這個是屬於調整事項 如果是屬於調整事項 所以他都罷工就是合法性 但是有很多的法律學者 或者有支持也有反對 因為勞工董事 在國營事業管理條例 35條先規定的非常清楚 國營事業可能有 但是私人企業他可能有不同的意見跟看法 因為他是受到股東的一個事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說是參與公司的治理 而定定董事 讓勞工來參與公司的一個治理 可能了解 讓直接在管理跟企業上的 跟勞工的一個互動 基本上如果有勞工董事 對於公司的企業經營 或者說勞資正義的謀 其實是有幫助的 所以這幾天這些的說法 引起了不同樣的論戰 甚至有人也有認為說 公會要求設立勞工董事 這個訴求 會整個讓報案 罷工我本來如果 我有四個條件 都是屬於調整事項 但是 我一個勞工董事 變成不是調整事項的時候 那我這個另外的四項 四項的調整事項 是把我整個的 罷工的合法性 就已經變成是違法 不會啦 基本上整個程序 都是按照勞資正義主義法 來看嘛 那現在基本上到目前為止 我們是認為 公務員這邊的一個罷工程序上 是符合勞資正義處理法的規定嗎 現在我剛剛會跟部長報告的就是說 如果現在有人正面跟你挑戰 勞工董事 他不屬於調整事項 所以剛剛部長很清楚地講 他是屬於調整事項 那就沒有所謂的違法行為 如果當他法 但是偏偏 我們現在有哪一條法令 除了國運事業管理辦法裡面 有規定 國運事業 因為他還是有設定 佔有20%以上的股份 他才有勞工董事的身份 包括委員 是這樣子啦 所以我是說 部長 因為主席雖然沒有站起來 但是眼睛一直在瞄我 我也答應他說 時間我也不能脫胎就 法律 法律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法律沒有規定說 私人機關 私人企業可以設合勞工董事 但並不代表 這個議題不能當作一個調整事項來談 我是覺得說 他們雙方還是要做下來協商 其實他要求的可能 這是多元的參與公司治理 勞工董事可能也是一個方式 會不會有其他方式 大家可以來考論 在長榮面對的勞資協商談判的時候 所謂的勞工董事的訴求 是屬於合法性 所以就不是事業單位所提的 這個勞工董事違法 不應該在我們的協商條文裡面出現 所以站在勞工董事長 感謝部長剛剛說的話 也感謝後委你在後面評評點 我也跟公司 在協商的過程當中 知道說部長的立場 知道勞動部的立場 讓勞資商方在協商的過程當中 更能夠平順 更能夠所謂的圓滿落幕也好 我最後兩天幫 永豐也是在處理勞資監營 這兩天禮拜六禮拜天 大家經過討論協商 終於圓滿了 我也覺得很高興 我想東西都可以談 不是不能談 只是大家能夠放下 放下心中那一道圓圓 我相信有些東西 是可以讓我們走得更好 是 好 以上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部長 不客氣 不客氣 謝謝 謝謝總統找回應